手藏的1 那還玩屁啊 俄羅伊現在是175嗎還是125 那他再加125那不就到300了 是被動加加 被動加啥呢 你說他的那個 觸手加了攻擊距離是什麼 系統級了吧這把有可能 別急 系不系統打了才知道 我們試一下帶真偽者打吧 你別說烏鴉是挺克制的 鑰匙 中伏者還真可以 因為沒有魔抗 沒異道 異道抓過來再Q一下就死了 征服者還行 但我會覺得我如果帶焦灼他應該已經死一次了 你懂我意思嗎 如果帶焦灼加艾莉的話 他其實已經死過一次了 要打勾這個1100再出來 要打勾這個1100再出來 好大 追,追就上頭 追,追就上頭了 上頭就死 這遊戲對線就這樣 偷偷疊 征服者對在Q隊 他要疊起來征服者他才厲害 好處就是你可以 節省那個 AP,你不用除AP裝備他也有很高傷害 但也沒有壞處了,就是說他對比 那個艾莉來講他沒有像艾莉那麼的 對 他給你的反饋會那麼 那麼解決 這版本的AP打人是真痛啊 這就死了 他還沒點堅定 那就更痛了 對,滿血值在秒 就這樣子,這版本AP是有點狗腦的,我操 當我不是說玩AP是狗腦,我是說這英雄本身就夠狗腦了 你覺得劍魔不適合征服者嗎,對他其實不是越打越通的影響 劍魔本身他技能是越打越通,但是他 他的技能太簡單了 而且他的技能組都是相互之間 就是有那種關係的 力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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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量的 烏鴉帶征服者吧兄弟們 不要帶愛里帶征服者 太強了 太誇張了這傷害 我沒見過這種烏鴉,大招還是永久持續的,帶征服者這版本 我帶愛里 看情況看你打的是什麼英雄,你打近戰鬥的話帶征服者 你要打點稍微守長的傑斯你可以帶領 他太誇張了 根本打不了烏鴉 也不是樹質吧,不過你要說樹質也是跟樹質有關 沒有那麼多 現在他沒有這種 拋不下 你不想去嗎 超級超級強的 誇張 騷擾我 烏鴉寺沒人搬 這英雄誰會搬 也就玩下路的人可能被噁心過了會搬 搬來講是不會有人搬這個英雄 這牙手在幹嘛 我打一下 牙手太抽象了 不滅牙手 心之鋼牙手好像也不像 阿洛伊去哪了 阿洛有沒有人知道阿洛伊去哪了兄弟們 建模前期沒這麼好用對建模的技能真空氣太久了 阿洛伊去哪了 掛機了 不過也確實他掛不掛機都玩不了他出來一直被我殺了 他出了個重傷沒了 我搬建模我選烏鴉 烏鴉還真比建模好玩 但建模是帥 建模確實帥 建模是帥 但是建模不好用 兩個打野 看電視去了 你水平打這種英雄什麼極度性還真不是我玩遊戲看感覺不看段位 欸捲保 捲保晚飯吃了什麼 對面的KFC局啊 對面UO了 030425 01 我現在才看見 為什麼我連勝對面還會KFC呢 難道是因為系統覺得 我的這個實力不太在這個段位讓我升得快一點 我老闆草草玩得好 還行 沒8點魔抗真的太要命 魔抗這個東西其實我跟你講魔法傷害的邏輯是 你魔抗越高嘛 你基礎值 傷害高的英雄就吃虧但如果說沒有魔抗的話 你基礎值高的這種英雄就很爆炸 比如說藍博烏鴉這種 他基礎值得很大 我這麼痛啊 加了40多點魔抗 確實烏鴉這版本帶著武者要強 他炸了就太crazy了 烏鴉現在他就是最後一塊拼圖不是最後一塊啊他那個小符文 小符文你懂我意思嗎 小符文給他那個 移動速度跟韌性跟減速抵抗他已經 給這英雄補齊了你知道吧 我這把還點了韌性 雖然這個點滿了我這裡還有現在是50% 控制時間少一半 現在有敗魔你出一個ADC都殺不了你 這麼屌嗎 貼個臉 你這個死 買了個5是不是 他在吵架嗎 他就算了尷尬了 这英雄还是带急跑 带闪先不行,这英雄真不能带闪,带急跑是对的 71的CD 两件装备加小技能的CD 就70多了 结束了 拿下兄弟们,抓到你们的关注